旺角相機店在2022年12月24日被爆洩 我身為當事人,跟大家講一講這個事件 Hello,大家好,我是M&K Camera的Fanki 今次跟大家講的一件事 不關影相事,但關攝影器材被爆洩,不見了的事 這是我身為當事人,第一身跟大家講一講這個事件 這個事件當日是平安夜12月24日,早上7時半左右 當時我還在睡覺,收到警鐘公司有一個電話 打了幾次來,就說收到訊號 那裡是被… 當時因為我住得很近 20分鐘左右就去到現場了 一出電梯,就看到走廊有兩支鏡頭滾在地上 我知道這次大事 不是普通,可能塌了東西或是警鐘不明 接著進去,就看到有警察已經在跟管理員在問相關的資料 看到滿地都是玻璃碎 顏色軌爛了 玻璃門整個塌下來 其他椅子、其他雜物、其他椅子、其他雜物 一定都是 當時真的覺得很震撼 再看回,最嚴重的失洩位置就是現在背後這個位置 當時大約有28件貨沒有了 那些是一些很有歷史價值的鏡頭 以及一些高端的攝影器材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很可惜 那這28件的貨品,一共總值大約是154萬左右 遲些我會跟大家做一個影片 講一下這些賊人看中的鏡頭到底是甚麼來的 那在這裏,我就暫時說了 另外,就很感謝我的同事 那一收到消息,已經盡快來到現場 幫警察錄取相關的口供 之後就立刻去把現場清理 然後將貨品平均分配 很快到大約中過了一點時間 就已經整理好整個舖面 那這裏就非常感謝我的同事 爆竊新聞其實周日時都會有的 譬如說標譜、金色譜,其他地方周日時都會有的 那但是講到香港的相機譜,尤其是二手 那相信我所知就是第一單新聞 那我就成為了第一個當事人了 那我覺得這件事就真的很奇怪 因為鏡頭、相機基本上都有消息號碼 那你既然有消息號碼 那一個買家去見到這件貨 其實是一個賊裝的話 有品味的拉卡用家或者收藏家 是絕對不會購買這些貨品的 那就算是便宜也好,都不會去買 尤其是這麼有歷史價值的東西 那更加是沒可能是這樣的 所以這件事是令到我非常詫異的 那也都是因為這個新聞這麼奇葩 那變了除了香港的各大傳媒、報紙 有報道之外,其實世界各地都有提及這一單的新聞 那無論是在群組的分享 又或者是新聞的報道,都有的 事後就平靜下來想起 那其實呢,賊人拿走了的就是一些貨品 那當然那裏有一定的歷史價值 還有一些頂尖級的高級攝影產品 那這件事是相當可惜的 那但是這些東西呢,始終是可以拿回來的 那但是呢,在另外一方面也看到一件事 就是說,無論你是新或者是舊的客人 朋友啊,或者其他行家啊 那對我們呢,都很關心這件事 也都擔心各方面新和深的影響 那這裏呢,就很感謝大家的關心 那新心方面呢,都沒有問題 依然是,很樂觀地去面對 繼續是開舖的 那在這裏呢,是看到大家是真的很關心我們 那當然,錢可以再找過啦 那但是大家的支持呢,才是可以持續下去的 那我覺得這件事呢,是更加重要的 那事件過後呢,我們都會繼續為大家提供這個優質的服務 分享更多關於LICA、攝影的資訊 令到大家可以更適合地選擇到自己適當的器材 那在這裏呢,我再希望大家呢,是將這個訊息呢,分享出去啦 那有那28件貨的相關的資料啦 那令到這個賊人呢,沒那麼容易得手啦 將相關的器材呢,無論是在網上啊 或者是私底下啊,放出去啦 那最後呢,有一件事呢,我就覺得是挺失望的 就是管理公司方面啦 那既然是有人呢,是在商場尾開門的時候呢 那進到來,那既然是沒人知道啦 還要是用大鐵錘呢,去搏爛道門啦,然後進入啦 相信呢,在保安方面呢,有相當大的勞動啦 那需要去改善的啦 那這個就是大概呢,整個事情的發生啦 以及本身我的感受的 那如果你有甚麼想法呢 歡迎你在留言區留言啦,表達你的意見啦 多謝大家收看,下次再見,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